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中年人略以沉吟不太肯定地回到 看来要么是那人身怀异宝 能影响了天玄罗盘的感应 要么这人真的法力不弱 是占某种神通遮掩住自己的修为 让天玄罗盘也无法准确地定位啊 老者建议道 也许吧 但若是前者还罢了 若是后者则不能放过了 这样吧 先派出两只羽胶去搜查那个方位 看看到底是何种情况 等有结果时 你我也已经先处理完其他方向的事 到时再跑一趟也不迟啊 中年人黑黑一笑地同意说道 徒兄此做法是老成之举 就如此吧 若是顺利的话 半日功夫就可以解决此地之事了 显然 此未觉得从一些炼须集手中抢下一些东西 并不是如何太难的事 老者文言点点头 口中一声利贺 剩余两只金色的羽胶在二人头顶略以盘旋之后呢 猛然扑向了罗盘所指的方向 片刻之后 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下面老者和中年人没有再迟疑什么 顿光一起化作两道惊鸿 破空射出 所去之处却是不同的两个方向 其中一道在鸡射途中突然白光一闪 暗淡起来最终变得奇淡无比 若有若无起来 另一道 惊鸿在飞出十余里后 则砰的一声一团紫色云雾爆发而出 将顿光淹没其中 过了一会儿 云雾略以翻滚的溃散后 里边竟也空空如也了 一片秋陵的上空 一明脸色枯黄 投生一对怪异处须的义族人 骑在一头仿佛壁虎般的灵兽身上 在离地树杖的低空柱 向前飞行着 此壁虎看似不大 只有丈许来长 铁表泛着一层淡黄色的霞光 和下方地面土色一般无二的样子 在此霞光的掩护之下 从高处看去 义族人和壁虎行迹诡异异常 很难用肉眼察觉出他们的踪迹 这义族人在驱动身下一兽 飞行的同时呢 自身也时不时地向后边张望着 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此人修为有炼虚初期的样子 却不是律夫和大头人中的任何异味 看来啊 当日绿光城中除了韩丽和大头人四人之外 还暗藏着其他高阶存在 他也不知如何隐瞒过大头人的监视 并没有和其他高阶一族联系 但是话说回来啊 这位倒也精明异常 他在城中一直隐瞒修为 根本不想和大头等几名同阶混在一起 省得目标太大 引起较吃足的注意 并趁着尘门打开之时 悄然混在低阶异族当中 逃到如此之远 现在 异族人离绿光城足有千余里地之远了 按照通常情况 多半算是安全了 但是此一族脸色仍然是阴晴不定着 不知为什么 从前不久开始 他的心头一股隐隐不安笼罩着 仿佛大祸临头一样 而他们心魅一族在雷鸣大陆上只是一个小族 但在对一些危险的感应上呢 却有着外人罕之的天赋神通 故而对此预感 他丝毫不敢轻视 小心之极地注视着 四周的变化 突然他神色一动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双腿一夹之下 坐下的壁虎灵兽一下停止了行动 同时 心神感应之下呀 目落一对鲜红的眼珠 四下打亮个不停 而 一族人本身呢 头上一对触须 也随着眼珠转动 扭曲晃动着 忽然 一族人一侧虚空中 爆发出一团白芒来 里面隐隐一道人影闪现出来 一抬手 一道冲天的剑光一展而下 金蒙蒙的剑气 要目之极 只是一闪 就到了一族人的身前处了 这一族人一惊 若是不急防之下 恐怕还真的只能束手待毙了 但幸亏啊 刚才有所警觉 故而身前突然黑光一闪 一面黑色小顿诡异地浮现出来 同时 体表一阵嗡鸣 竟放出了赤黄绿 三色的诡异的护照 而下方的壁虎 也猛然一抖身体 那根奇长的尾巴 一晃地化作了一根黑影 横扫而来 同时在一张口 一团绿色的夜球 喷向了白光中的人影 此液体腥臭异常 让人闻之欲偶啊 此一族 不愧为炼虚极的存在 竟在这一瞬间的功夫 做出如此多快速的反应出来 在白光中 人影更是惊人 索放金色 见起一闪 就从黑色小盾表面 没入而过 展到了三色光照之上 黑色小盾 本身无声无息 一分两半 从虚空中直坠而下了 一族人面色 微微一变 轰的一声 金光 展到了三色光照上 爆发出惊人的光芒 随之 各色光芒交织在一起 发出了连绵不绝的爆裂声 那三色光照 竟将 金色的见光 挡住了 不过 那团液体一闪的 击到白色人影的身上 同时 壁虎般的灵兽的尾巴 也一扫而过 但是 白影身形微微一晃 身躯竟然仿佛虚幻一般 两种攻击都一闪的 透过身体而过 落到了空处 一族人一惊 啊 这是什么神头 一边忙着宁神 细望对方 一边单手飞快地 单手一翻 手中灵光一闪 竟多出了一张 淡银色的浮禄 手腕一抖之下 就要寄出的样子 可是就在这时候 在义族人身后虚空处 木然一股清风吹过 随之 一道淡若不见的人影 诡异地随风浮现 此人影 全身呈半透明之状 出现时 丝毫灵动未带 仿佛鬼魅之体一般 而这时候 下方的义族 丝毫未发现 身后的异样 而手一扬 手中浮禄一下化为了 无数银色的雷光 劈头盖脸的 射向对面的大敌 雷鸣声大作 银色雷光爆裂之下 一下将白光中人影 淹没进了其中 此银色雷光 也不知是何种神通 放出之后 竟然一股炙热之感 一下充斥了附近的虚空 而后面那道人影 一见雷光 声势如此之大 近似透明的脸孔上 却反露出一丝争笑 木然整个人往前一扑 通体竟化成了一抹 绿光射出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那层可以抵挡 金色剑光的三色光照 面对后面人影 所化绿光 竟然丝毫效果都没有 只见绿光一闪及视下 洞穿光照而过 接着一晃 没入异族人的身体之中了 异族人护体灵光 同样丝毫作用没有的样子 一声淒厉的惨叫 木然从异族人口中发出 异族人一下腾空飞起 但方一飞出十丈极高 就浑身一抽的 猛然跌落而下 他浑身血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地干瘪消失 尚未落地 就只有一层薄皮了 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竟连异族人的元神 都一同消融不见了的样子 没有主人的驱使 原本声势惊人的雷光 瞬间消失不见 重新现出了那道白光人影 结果只见其手中金光一闪 就将那头壁虎斩成了竖截 然后就停在原地 一动不动了 黑黑的一声 得意的笑声从薄皮中发出 接着此片瞬间又诡异地膨胀起来 转眼间呢 就一个和先前一般无二的异族人 又活生生地出现在原处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丧子演播的 此异族人 抬起双手看了一看 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目光一转之下 突然冲着白光中人影一招手 顿时 此人影徐徐走了过来 身上白光一脸 显出了真容 赫然是那名较吃足的中年人 只是这时候的他 神色木然异常 犹如傀儡一般 一族人看着眼前中年人 有些可惜的男男说道 这化血 离魂大法 果然霸道 可惜的是 不将前辩所惜 惊血炼化前 无法施展此法的 否则用此对敌 还真是无往不利呀 随之 就见他手腕一抖 一个储物拙飞射而出 接着滴溜溜一转之下 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 纷纷掉落下来 他神念 往这些东西上一扫之后 不客气地虚空一抓 数个盒子装的东西 全被射了过来 他开始一一打开 看了起来 没过多久啊 他脸色有些难看了 这堆东西中 虽然有些 较为珍惜的东西 但是并没有 他想找的目标 他二话不说 冲着储物拙一点 顿时 一片青霞席卷而下 把所有的东西 都重新收入了拙中 而异族人 在略意思考下 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急忙双手在身上 有些生疏的一阵摸索 结果除了两张符录 和几件小巧的东西之外 再没有东西了 冷哼了一声 异族人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两手一掐绝之下 一抹绿光 从其天灵盖一晃飞出 一个闪动下 重新化作了半透明的 诡异的人影 而异族人 则仿佛漏气的皮球一般 转眼间又化为了一层薄皮的 倒落地上 半透明人影 并没有在空中多滞留什么 一个晃动之后 又一下诡异的 没入中年人的身躯当中 中年人身躯一颤 不由地闭上了双目 同时一呈异样绿芒 在体表流转不定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中年人长吐一口气 再次睁开了眼 只见他原本呆直将直的目光 竟再次变得神光十足 和原先一般无二了 就在中年人大展神威的时候 在另一个方向上 绿夫人化作了一团模糊的影子 同样隐匿身形 在地面上跳跃如飞着 他因为无法飞顿的缘故 仍然身处绿光城 数百里之内 不过呀 绿夫人面上并未流露出 多大忧心之色 对自己一族的隐匿天赋 他颇有信心 除非是圣族圣级存在 否则普通的狡吃族 绝对无法搜索到他的 所以这位墨绿族人 从和韩丽等人分手之后 倒有多半心思 在不停思量大头人 分给其的御匣上了 他不停地猜测 这御匣中的东西 到底是何物 竟能换取他 早就垂涎之极的万妙丹 同时 心中自然也暗自思量着 若是能打开御匣 会不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呢 绿夫人并没有发觉 他身后地下中 一团紫朦朦的影子 正无声无息地跟着不放 里边一对冰冷的眼珠 眨也不眨 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过了一小会儿 紫色影子似乎观察完毕 猛然身形一扭 画作了一根紫线 潜到了绿夫人身下处 这时候 绿夫人一纵直下 刚好又一次双足落地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地面木然爆裂开来 一双大手 闪动着赤红之光 一下扣住了 绿夫人的一对脚腕 这位墨绿族人 自然大吃一惊 但反应倒也不慢 马上提表灵光一闪 身躯猛然一扭 就像驾驭顿光 挣脱而出 但是抓住双足的一对手掌 看似普通异常 却仿佛一对刚箍般坚硬 绿夫人只觉得 双足一阵剧痛之下 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这一下 他终于面色大变了 又马上一张口 一道白光向下射出 一闪后 斩在一只手腕上 但只听当的一声 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 白光一脸下一口 数寸长的小剑 一下反弹而起 此手竟然连飞剑 都无法斩伤分毫 这绿夫人倒吸一口凉气 但马上双手一掐绝 似乎想再施展 什么厉害的功法 但是此刻却已经迟了 一声陌生之急的冷哼之后 扑斥一声 一片妖异的红光 从手上一亮而起 瞬间照住了绿夫人 红光所过之处 附近土地在高温下 瞬间痛红溶解 化作了一片熔岩之地 顿时一声惨叫传出 这位墨绿族人 护体灵光只是闪动几下 就在红光中 熊熊燃烧了起来 几乎同一时间呢 另一处密林的附近 两名脚吃族练须疾 存在停留在空中 似乎在交谈着什么 而四名羽交 则在更远的地方 来回盘旋不定 在搜索着什么 其中一个人 见那些羽交 始终没有什么发现了 脸上现出一丝 焦急之色来 另一个人倒是镇定异常 微笑地说道 不用担心 那个人不过是和你 我同结的存在 能将气息隐匿的 如此丝毫不漏 肯定是隐藏在附近不出了 若是如此的话 我们正好和几号下去 等两位大人到来时 我看他如何隐藏 第一个人有些不甘心 只能点点头说道 恐怕只能如此了 而就在密林中 一棵不起眼的大树中 大头人眉头紧皱地 伸出其中 身上披着一件 怪异的灰色的斗篷 将其气息遮掩地 奄奄实实 其他的方向 一片山脉之地 一道淡淡的惊鸿 向前飞顿击射着 在顿光中 一名一身临甲 生有一颗鳄鱼般 头颅的一族人 正全神驾驭着顿光而行 在他身后树立处 另外两名脚吃族 练须其存在 乘坐着一只 数丈长的飞车 隐匿身形 远远地坠在其后 在飞车后面 更远处呢 四头羽胶 小心翼翼地 远远地坠在后头 以绿光城为中心 四个方向的 炼须级一族 几乎同时遭遇了 脚吃族高阶存在的 击杀和堵截追踪 韩力同样未能幸免 此刻他悬浮在高空处 面露一丝亚色地 盯着低空处 两头羽胶 正在数十丈下 四下盘旋不定着 这两头啊 他第一次见到的怪异 蛟龙 是在片刻前飞到此处的 并且好像知道 就在他附近一样 四下搜索着什么 不过此时的韩力 仍身处 太一画轻浮的虚画当中 两头怪胶 自然无法真正寻找 他的位置 只能仿佛 无头苍蝇般 在旁边来回地飞舞着 韩力摸了摸下巴 目光四下一扫 并未发现附近 还有其他脚吃族的追兵 脸上绿色一闪之后 不由自主地思量 是否要出手 解决掉这两个麻烦 这两头羽交 也不过是画神奇的存在 根本不可能是 韩力现在的对手 但是 他现在才刚飞离 绿光城千余里左右 若是脚吃族中 真有合体级的存在 并仍用神念 监视此方向的话 韩力一出手 恐怕仍有暴露 行迹的风险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